网友在直播间问我 他说小虎老弟 路虎缆胜和奔驰GLS该如何选择 听说路虎故障率挺高的 是吗 你给个建议 谢谢 奔驰GLS呢 其实就是一个拉长的 加大的奔驰GLE 只不说换成了全系 七座了啊 车能重量达到5000斤 两吨半了啊 吸引质感呢 是一如既往的奔驰风格 飘飘油油的像个大船 而路虎缆胜虽然是小毛病 相对比较多一些 但是路虎缆胜 暴躁的脾气 还有运动的底盘 那可是奔驰GLS比不了的 缆胜是上得了天堂 你商务接待 好花感没有毛病 排面给你安闷的满满灯灯 下得了厨房 去玩越野 走着路更是非常牛 能闻能武 绝对是一个全能行 全手 那么路虎缆胜搭载的是 自主研发的应接力发动机 动力有30T6杆 还有4.4T的8杆 6杆呢 550的扭矩400的马力 动力是RR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400万 买的530 那4.4T的8杆机 那更牛了啊 530的一个马力 扭矩就450 080加速4秒7 那都是品位的一个 采负的8AT变速箱 路虎缆胜在越野方面呢 全时市区 四轮转向系统 它这个色水感应系统 全地形反馈系统 中插锁 后插锁 全是市区 它的四轮系统 可以在任何手段下 都是四轮的驱动 同样导致油耗高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 它的最大色域深度为900毫米 它的这个四轮系统呢 可以使得车辆行程当中 增加车身的稳定性 安全性 尤其是走四滑路段的时候 它能够增加车子的一个稳定性 或者是车子在野外复杂的地形中 行动的时候 它的前后轮驱动能力 可以带动车身及时脱困 即便是某一个车轮打滑 它这个也会使得这个车轮迅速带出 它这个轴体转动转向呢 前轮转向的同时 后轮也使用独立的转向驱动机 来调整角度 来幅度车身转弯 可以减小这个转弯半径 提高转弯车身的稳定性 在这个高速行驶 或者是三路驾驶时 转弯时 拥有后轮转向功能的揽胜 确实能让你体会到并线 批弯时快人一步的感觉 而这些优点都是奔驰GLS 它拥有不了的 不能给你的 所以说这两款车子 我建议要还是是 轮胜更有排面 各方面都要吊打奔驰GLS的 奔驰GLS 虽然豪华程度 行驶质感 隔音精也是非常好 舒适也非常好 但它主打就是高级豪华舒适 它的一些越野能力是不具备的 一些操控也不具备的 我建议还是选这个 缆胜 但缆胜 这个油耗要比奔驰GLS 略微高一些 而且小玩伴后期 确实是要多一些 但是130多万的 150万的车都买了 这样的大哥 谁在乎那点毛病 不在乎 坏了我修就完了 我就要一个好的驾驶质感 对吧 那没有开过或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到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